连续去嘛,已经回不去了嘛,是不是,很红的一个台词嘛 那可是那个程式,像我们这个程式呢,有没有办法回头 回头哦,OK,其实特别注意哦,VBA里面呢,是可以让程式回头的 只是一般的书本里面不见得有写到啦,那因为 基本上这个概念跟以前的VB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刚刚是按确定,什么都没有发生,那就离开 你变成你要再按一下按钮,才能够来输入 那刚好同学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老师可是这样很麻烦啊,还要再按一下 我可不可以哦,按一下确定的时候,他如果没有输入,警告他一下 按确定之后呢,不是重来,而是回到输入界面 对不对,让他再输入,那实际上我只有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让他回头,程式回头哦,OK,所以以后呢 如果你希望让程式回头的话,非常的简单,怎么做 OK,那当然我这边的话,假设我输入一个AA 那应该查不到,查不到他会跟你讲说,查无资料,按确定 他就回到我们的画面,什么事也没有新增 好,那重点来看一下,怎么样让我们的程式可以回头 刚刚是is this sub,对不对,请你把它改成go to go to的叙述哦,OK,那go to呢,比如说我这一个re 好了,就是reinput,比如说就是你给他一个名称 那我就re,reinput或者什么意思啦,OK,那我就一个re 第一,那特别注意,我要让他回到哪里,回到这个地方 对不对,请你在这个的上一行,加上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很简单,应该可以理解吧,所以这个部分也不用死背啦,但是很好用 但是你要特别注意哦,你要撰写的时候逻辑要清楚哦 你千万不要写一个rein,就是一直go to,然后又跳go to 程式里面尽可能不要太多的go to,为什么 因为你go t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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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面对程式最后会跑不出来 他一直乱跑嘛,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哦,在那个vp 后面的vp单内车,他就去掉go to了,因为他很担心说 有的人,程式不会乱写,然后乱go to,所以产生错误 那当然在vb的早期版本,或vba都有,还有支援,所以这个应该没问题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做一个改变,把e sub,本来应该是跳离到下面的 改成go to,这个,差别在哪里,re这边没有冒号,这边一个冒号 那这个叫标签,标签,有点像那个网页里面的那个什么 bootmark,就是那个书签嘛,类似的概念 反正就是,移到哪个位置,啊这边多一个冒号 ok,啊这边没有冒号,移到那边去 所以当他这个去出magic box之后的话,马上就跳出什么,input box 应该可以理解吧,所以以后应该知道,会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你的问题了 那另外还有同学会问到,顺便讲一下,比如说你也不知道说 可能有房呆1,房呆2,房呆3,对不对,可能还有房呆4,房呆5,一堆的房呆 那如果说你不希望程式,以后呢,只要有错误的话,你不希望他停下来的话 就是说,反正只要有程式,错了,你就让他当没有错一样 不要像那个,停在什么,有没有,黄色的那个字的地方,有没有 那其实你只要加一行叙述,你的程式就完全就已经算什么 就是无敌了,就已经是什么,永远不会坏掉了 那个叙述的话很简单,这个如果你可以把它记下来 以后的话你就在sub的下方打一个叙述,叫onl,go to 不是go to,resume,neser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打了这个叙述 onl,一般工程师会喜欢念onl,应该是l才对,onl,resume,neser 意思就是说,如果发生了错误,程式有错误,像刚刚那个,停在那里的话 你不要停下来,请你继续往前跑,不要给我停下来 那如果你加了这一行之后,以后如果有错误的话,它也不会停下来 不过呢,有一个危险性,就是即便有错,你也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那这一行,就是很多那种帮人家设计专案的时候,以前我们都一定会加这一行 因为为什么,因为不要让程式有bug的机会,也就是说即便有bug,可能user也不会知道 但这一行要加,什么时候要加,你可能要,就是说 最后如果你这个是要final的,就是给使用者端使用的时候,你再加 那平常在测试的时候,记得不要加,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你加了这一行,程式有错,它也不会告诉你错在哪里 它会继续往前跑,OK,所以大概补充两个东西 就是说,如果你要让程式回头的话,加一个go to,拿一个标签 第二个,如果你要让程式无敌的话,就是这一行,on air,resume,neser 程式就无敌了,就是不会坏掉了,但是错也不会告诉你 这个有点像是说,你身体不舒服,你就吃止痛气,止痛啊 反正一直吃止痛,反正吃了你也不知道哪里 反正就是,但是缺点就是说,以后你生病了,你再也不会警告了 好像什么,拔神经也是这样,神经拔掉,你也不会痛啊 可是问题,OK,类似像这样的概念,OK 好,那再来的话,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刚刚同学,就是有问到就是,后续的问题 那个,比如说呢,我们现在总共的资料量是Ctrl向下 2500,500,刚刚扣1,2499 如果说有可能一种状况,我假设删除了几列 或者是我增加了几列 那这个时候可能它的数字就不对了 但是我们录制聚集的时候,录制的时候呢,它一样是2500 所以,当然主要,可能会有变化应该是列啦 当然,蓝变化的几率比较小,大部分都是列变动 那当然如果蓝也变动,那你可能要另外来写法了,OK 那如果假设只有列会变动,比如说资料会增加或减少 那这样的话,2500就不对了,所以怎么办呢 有个方法,你可以在这上,最简单的方法 去侦测你的那个列在哪一列,那怎么侦测 还记得吗,刚刚不是用了一个方法 就跟那个防呆有没有,一样嘛 这个,那只是我增加一个变数叫R R等于什么呢,防呆这个地方,Range A1 侦测到哪一列,借用它,Ctrl键按住 就是,它回来的话会告诉我 在2490,我放在R 那可是R要丢给什么呢,丢给这个,2500 所以记得把2500删除掉 然后呢,记得哦,变数怎么加 空白键,and,空白键加一个R 因为R是一个变数 所以如果你要跟原来的字串,串接的话 有没有,记得中间要一个and的串接符号 那把这个R呢,丢过来,OK 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理解吧 这个是最简单的方法 马上问题就解决了 以后呢,你的列数增加或者减少 它就会自动去侦测 OK,那当然还有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不过第二种方法,第三种方法 我觉得是有点复杂 那我是放在这边 如何自动取得那个蓝列的位置 我刚刚讲的是方法一 这个方法 还有方法二 列跟蓝 R的话是列 蓝会变动的话 那特别之后,如果你蓝跟列都变动的话 请你用方法二 因为range里面 它可以是一个字串 range A1 冒号到可能哪一个L 什么2500啊等等的 你也可以给两个sales 两个储存格 因为range 它本来就是一个范围 那范围呢,里面可以放什么 左上的 跟右下的 OK,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sales A1 实际上就是A1嘛 对不对 逗点 这个就是哪一个呢 它的最下面一列 跟最左边一栏 组装起来 反正我也不知道 它是一个变数嘛 OK 所以如果说呢 你的蓝列都变动的话 蓝列都变动 请你用方法二 另外一个方法三 方法三是什么 用current region current region 是自动去帮我抓 游标放在A1 A1之后的话 它会自动去扩张 你整个范围多大 不过方法三 可能再试试看 因为之前同学 有发生过一些状况 我不确定 不过至少 方法一 这个是最常用到的 所以请各位参考一下 可以试试看 方法二的话 这两个方法应该就OK了 方法三提供给各位参考 OK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OK 所以 刚刚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go2的叙述 第二个是on-air 就是让程式无敌 不过尽量不要乱加 除非说你那个最后final 第三个就是如何取得 自动取得那个蓝 应该是列的位置 比较重要 最下面一列